你就先洗澡啊 你洗完澡再說 這場女生好 清潔溜溜 要去 舉重好了 不要交女朋友 為什麼舉重不可以交女朋友 沒有沒有 再怎麼厲害也沒有你厲害 跟老婆一起變好哦 你那時候說 每個輩子都會找到我 你再講一次 我這輩子想到你了 以後我每個輩子都會交到你 今天我們要來回憶殺一下了 我一直想要有一個熱戀的感覺 我的婆婆好像似乎忘了要怎麼熱戀 哪有啊 你是有記起來嗎 無時無刻想要熱戀的時候 就回去看一下我以前截圖 我們跟對話的訊息 但是我都存一些 我們今天會來分享一下 皺姨還有我們IG跟LINE的對話 然後還有一些我們寫的信 還有照片 貝拉皺姨的對話呢就是 一個小妹妹 穿了兩隻貓貓的貼圖給我 我那時候打招呼就是有穿一個 對啊 你就只穿了一個貓貓罩 然後我就說哈哈 她有看過這個圖 然後你還隔天再回我 可愛嗎 哈哈哈哈哈 你也隔天才回我啊 因為我想說好啊 你隔天才回我 那我也隔天才回你啊 而且那時候我本來想要把你劃掉 因為那時候貝拉的照片是這個 然後還有這幾張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你露肚子的 看起來有點像 不良少女 上面還有Supreme 我想說感覺是一個敗家敗家的女生 這張照片身材很好 可是我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好像看到漂亮女生 我會第一眼先去感覺她不漂亮 因為太漂亮我們反而會有點戒心 大家都知道她的簡介就是喝酒打遊戲 我就想說 我想要姐姐 而且那時候你惡惡而已 但我好像把她幫你划掉 想說算了 反正就先划OK再說 結果你就穿一個貓貼圖 那對啊 那時候看卡卡的照片是哪張 這張 可是我自己覺得這張還好耶 就是漂亮但是又有一點帥帥的感覺 那你現在看還是覺得很漂亮 嗯 這張那個濾鏡我現在看感覺有點假耶 那你是不是有偷看這禮物 有胸部的禮物 有啦 胸部快掉出來了 我好像喜歡那種偏帥帥的女生 你先讓我知道你的IG 很後面才讓我加你的LINE 怕靜膽太快 怕你是怪人 你還怪人嗎 我怕你是壞人 我等一下翻超久翻到最一開始我們IG的對話 真的真的是最一開始喔 這是最頭囉 交換IG之後我就說 我好像看過你的IG耶 這是2019年8月10號 然後我沒回你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想法是 一開始就談戀愛 你沒辦法看清楚一個人 我就想說就先聊日常 然後從日常比較好看出端倪 我那時候前一段感情也還沒清乾淨 然後他也是 我剛才結到了一個 他開始展現出他是怪人的一段對話 我就問他說你想講什麼 他就說 最愛貝拉欣欣煞氣 NO卡卡 所以在之前認識我的時候 你覺得我很怪嗎 我覺得是怪的 我會做什麼 到底誰啊才會覺得很怪 因為我有看過你那個舞蹈 還是這邊要上那個舞蹈 我怕我還說很酷耶 因為你朋友跟你一樣吧 我現在已經被這個社會荼毒 成一個正常的人了 你有嗎 從工作開始進階到閒聊 我從那時候就可以在喝酒了 我每天問你在幹嘛就說 我在床上喝酒 默默我在心裡有點扣分 日常 有時候一天就真的是從早聊到晚 然後你一直傳中指的訊息給我 然後我就說你半夜手指不要亂生 免得自己想入非非 引人瞎想 這是犯罪 引誘犯罪 然後你就說 引誘誰犯罪了啦 哈哈 我說你自己啊 你沒講出來好崩潰喔 我怕你讓自己犯罪耶 我那時候傳中指好像是 超愛傳中指 對啊 因為你好像覺得我回答都很奇怪 你就傳我中指 對 這個咧 這個不能講吧 這個不能講 我說我怕你讓自己犯罪耶 你說我沒有那麼情欲好嗎 然後我說哈哈哈哈 這不能講啦 我說我看起來很愛打是嗎 開始在互聊了 然後我就傳這個符號 一堆人 有一段話是說 我們在說要不要打開 可以傳訊息的這個功能 嗯 我就說沒關係 現在還沒有人會騷擾我 我不用把訊息關起來 我需要的時候再自己查就好了 謝謝貼心寶寶 我說應該只有我 會騷擾你吧 然後我就說 我知道你是貼心寶寶 你不會騷擾我 不可以不行的嗎 我這邊還有Line Line的才可怕 知道就好 不會煩動你就好 我很怕被別人嫌犯 啊 我們互相傳一些小時候的照片 然後我就說我高中的時候 我就是綁抽天炮啊 你就說我很奇怪 我說 但我那時候前男友一看見我 就被我射箭了耶 你這樣講嗎 我一看見你也陪你射箭了 喔是你自己的問題就是了 我懂了 你都還沒有見到我本人 射個屁件 我希望我看到你本人的時候 你頭髮不會長那樣 我問你說 那在遇到我之前 你喜歡什麼型 然後我說我喜歡長髮 中長髮的女生 然後又漂亮 有想法 有在規劃自己的未來 主要是能一起努力最好 我昨天就有在規劃自己的未來呢 哈哈 我不喜歡那種 我現在做這個就好了 我以後也只做這個 然後不去想 還有沒有更多發展 然後OK 我現在就是在講我自己的 哈哈哈哈哈 你就在講你不喜歡你自己 我說 我差不多三個月 就會等你一次囉 哈哈哈 所以我也喜歡你 然後我來男性 如果你來我家睡的話 要睡哪裡 然後我叫你去睡沙發 我說我不能睡床嗎 看你要當什麼 看你應徵什麼 我說當你的抱枕 我很好 我快被我自己吐爆了 所以我會想應徵女友 不過這是一個密閉 哈哈不差我也就一個抱枕 這個直軒滿了 我常常就有六個枕頭了 想說可以自己躺在枕頭堆 結果只是把自己搞得很擠 哈哈 然後後來我們就要交換我們的本名了 然後我說你先講 我就說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哈哈這是什麼交易啊好好笑 我就開始講語音了 我可以把耳朵嗚起來嗎 你就先洗澡啊 你洗完澡再說 這場你來的真好 清潔溜溜 欸你現在聲音也跟以前的聲音不一樣 沒有我都這樣子啊 這場你來的真好 清潔溜溜 等一下我要先澄清 我以前的聲音是真的是這樣 很像螞蟻 開始練歌之後 所以全部都推給老師啊 我的聲音開始變得很大聲 你完全就在推給老師 請問你是要玩到什麼時候 你平常講話就是有點不正經 然後你有時候正經起來的時候 我又覺得說 欸 是不是現在是在講什麼 再學一下 快點快點快點 嗯 所以 算了先放過你好了 後來覺得可以跟貝拉開始有一些進一步的發展 是因為她的前任對她不太好 感覺都在順從前任的人 然後就開始有點心疼她 然後也覺得她其實是一個還不錯的人 那你就去 舉重好了 不要交女朋友 你叫我去舉重 為什麼舉重不可以交女朋友 沒有沒有 再怎麼厲害也沒有你厲害 這是哪裡來的邏輯 跟誰訂的規定 Soka 阿內唷 沒有啊 舉重可以交女朋友 我沒有說不行 我們現在是兩個生又在講話嗎 我要吐了 不要再扶我了 我很愧 因為妳就一開始先跟我說 叫我去舉重不要交女朋友 然後結果後來妳又說 妳沒有說 我就說妳也太健忘了吧 結果妳就穿一個 我在怎麼健忘我也不會忘記我會喜歡妳 以前怎麼會講是這些有個沒的啊 好煩的喔 我現在真的老了 今天早上在陽台就是在辦我們以前的訊息 然後就聽到貝拉就很溫柔的聲音 然後很撩 嗯啊 這種聲音有很多 然後就聽到貝拉在裡面看動脈的笑聲 她就 哈哈哈哈 啊 欸妳還在跟我弟弟講話 嗯 嗯 應該差不多了吧 這個好像不錯 有時候覺得 妳很 百目 可是有時候覺得 妳好像人很好 妳看又一個 哼 所以妳的聲音會讓大家就是會覺得 怎麼那麼舒麻的感覺 但現在真的超美的 不好意思喔 沒有啊 我沒有緊張 就是覺得 覺得妳很好笑 妳現在氣餘很多 我想看 妳可以拍給我看嗎 幹什麼 我們都在睡覺狀態吧 我就是 喜歡幽默的人 好了啦 好辣 好辣 我都不知道妳在做我的 那妳準備好看LINE了嗎 我們第一次LINE的對話是 2019年8月20號 我劈頭就講 為什麼你們都要用狐狸 名字的符號是用狐狸 然後跟我那個很老人的錢 就用一樣的 好美禮貌 我穿了一些哭臉 然後再穿一大堆老妝的貼圖 妳也很沒禮貌啊 妳跟我說垃圾貼圖 然後我就說 哈哈可以瘋狂又貼圖了 然後妳就這樣回我說 妳覺得妳會被吵死 然後呢 我就問妳女友都叫妳什麼 寶貝啊 那妳也不喜歡我叫妳寶貝 寶寶可以 寶貝不知道為什麼覺得還好 我就說我先叫妳肥肥好了 肥肥肥肥肥肥肥啊 然後我就說我很喜歡吃肥肉什麼的 我就把妳LINE的名字改成 楊彩菲 然後一直租 肥肥 妳就說妳把我改成怪人了 因為只要打怪人 就會打出我那個符號 所以這個符號是這樣子有來的 妳就突然很沒來由的 突然講了一句 哇真的沒想到有一天可以有妳的LINE 真開心 我就講了其他屁話 接下來我們就第一次聊到結婚了 2019年8月20號 因為我一直說我現在頭在婚 然後可是我就會打錯字 我就打成再婚 妳就說再婚記得找個好人家嫁 我就說我第一次婚都還沒結咧 我說妳會想結婚嗎 我也是想要辦西方的那種派對 然後那時候跟妳說 我想要另外一半吊鋼絲飛進場 我說不用我只要酒就好 然後她叫一對美女來 然後她就傳了一個語音給我 為什麼我的聲音聽起來好像有點病 那時候在走路吧 我應該不在家 妳不是說妳在家嗎 好妳去接妳前任 然後妳還在跟我聊天 渣女 我忘記了欸 然後我就問妳說妳很累 妳昨天晚上在幹嘛 為什麼會有點累 不行唷 玩很兇喔 我說我昨天晚上好像在跟你玩 妳那麼荒凳的去上課會不會吐 我就說看有沒有人要救我啊 我說一下就妳幾次 我那時候會覺得 妳到底一下說要見面 然後一下又說不見面 然後就心裡默默覺得 妳是不是就只想要再彈網戀 然後還要再搞清楚一點 到底想幹嘛 我後來好像就在小脾氣 我就說 乖啦寶貝 乖啦寶寶 寶寶可以了吧 不可以 好那可以說 當然是要寶貝啊 好寶貝 我覺得妳還是不懂 還是不懂 妳還是不懂 然後我自己打一個 SHE 我把妳的所有語音都keep下來了 但我只keep妳的 我沒有keep我的 妳上課的地方離妳很遠 妳上課的地方離妳很遠 如果真的需要我 就出門去送傘給妳了 我以前的聲音聽起來很體虛耶 我以前是零黛玉吧 怎麼辦 雨變大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雨變大怎麼辦 我覺得我直接叫妳外星人還蠻好笑的 哇 現在講的就是 我應該要送傘給妳囉 不要 我想要叫 嗯 卡卡寶貝 我叫寶貝 欸我覺得卡比獸 還不錯耶 還是妳就叫卡比獸 我們第一次講愛妳 也是2019年 8月24號 我說我愛妳 講我愛妳的時候 我們剛好打了那個 怪人愛豬的這個符號 然後我說我也愛妳 我就說妳有權利以後 就好像講什麼事是憋了多久 然後就憋很久 怎麼那麼愛我呢 因為我是妳的菜 巴褲 我們說妳才是妳是我的愛 8月21號見面 還應該是見完面之後 才講出那些話吧 最近如果是長這樣的話 再說愛妳 那時候跟貝亞見面的時候 她提早到 喝了美多久好像就頭痛 可是妳一直要拍我 我不可以拍耶 然後我就拍到這樣子了 然後這是我們第一張合照 這是我們的眉毛都畫得很黑 隔天早上睡醒以後 她在跟別人吵架 要離開我家之前 8月25號 我第一次問妳說 妳要不要當我女朋友 我會讓妳當女王喔 我好像沒有受到女王的待遇喔 我說妳真的好可愛 我很想當妳女朋友 很想而已喔 不對 我是妳女友 8月29號有一天 就是貝亞來找我 我可以幫妳吹頭髮 然後就走了 是呀 妳一定是送妳女朋友 順路來找我沛頭髮 不然妳怎麼會來我家附近 應該有吧 看妳這個渣女 然後送妳去搭捷運 妳還對我比中指 因為我一直拍她 不管怎麼樣 她就一直拿整件盤 我現在也是啊 然後我就說 整天這樣對妳老婆 這樣對嗎 然後我就說 不 不小心妳講出來了 妳是故意講的吧 對 我就跟妳說老婆 愛惜妳 接下來就是大家知道 我們在一起了 然後現在三年半 快要四年了 就變這樣子了 講話永遠都不會有那個聲音 要跟老婆一起變好 妳那時候說 每個輩子都會找到我 妳再講一次 我這輩子想到妳了 以後我每個輩子都會找到妳 拜拜